我们要大家猜一猜 这个人这个行走方向 这种血 但低落的血迹的话 它如果是静止状态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圆形 或者椭圆形 但是像这种 如果边上有一种刺 就会像是一个运动状态下的 那我觉得它是这样走过去 从这儿 我跟它是相反的 我也是往基本上走 还有一个基本的判别方法 就是它有毛刺 在所有的刺里面 最长的地方 就是它的方向 好 白玉凡已经开始做了 它那个是往这边的刺 对 对 所以 往往我们要找方向的话 就找它的那个刺 最长的方向 那个刺就代表一个箭头 那个刺就代表一个箭头 对 对 对